大家早上好 又是新的一天 早上去打水 打水工 现在是12年整 说要出去吃饭 看这下雨了 就我们这头顶上这片乌云 其他地方都是好好的 下的还并不小 走到一半 这又反过来了 太大雨了 下成暴雨了 哎呀 你看我这心上 看着不对劲啊 如果说我们再一直往前走的话 那真的是全身要吃完了 再等一会吧 估计等上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差不多了 我感觉这树都已经撑不住了 然后这树下也是湿的 没办法 我没有拿伞 这真的是早不下晚不下 大中午下雨 这吃个饭有点难啊 这 雨来的快 走的也快啊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现在这上面是一片蓝天了 下了五分钟是不是 走上车 大家看看这天上有什么 仔细看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 我给大家放大一点 看看这天上啊 这不知道是鹰还是突鹫 在盘旋 好多啊 它飞的多美 也不用展翅啊 一直在滑翔 今天呢 我们换了一家啊 昨天吃的也是面 昨天有点不满意 今天换一家 反正这里多 今天家家吃面片 昨天我是吃面片 家家说挺好吃的 他吃面片 昨天吃的是面片 今天啊 吃个干拌 看着还可以吧 可以 这 我从小在青海上长大 这 西北也是基本上吃面的 我觉得我们河南的面食 还是 觉得没有西北的好吃 可能是 在那边生活时间长了吧 嗯 嗯 非常温柔 就是蒜 蒜有点蒜的 不错 朋友们吃饱喝足啊 但是呢 还得吐槽一下 这大家想喷就喷嘛 你看我们带了个水壶 这个是1.8升的啊 然后它那里边有两大桶 那个水 就是接的嘛 我在那里接 你猜老板说的什么 没水了 你再接的话 我们晚上就不够了这个水 我想本来想问他一句啊 我说你们开饭店呢 不够了你们自己烧一点的 我们这四个人 消费这三碗面 五十多块钱 这接上你的一壶水 应该没事吧 前面还是算了 主要他这生意不好吧 感觉这个玉树的这个拉面啊 我们地图上看了好几家 是不是 好几家都关门了 这家也是家中有市 在电转让 对 生意不好啊 没关系 感觉那个还是那个 杂多馅的那个牛肉面 然后它的味道也会更好一点 然后分量也会更多一点 杂多馅和这里价钱是一样 对对对 然后距离这里是200公里 对 为什么杂多馅更偏一点 为什么它的就是更正宗一点 你家的质量都不一样 知道吗 质量不一样 这怎么说啊 这 他们回去 我去买点菜啊 等下跟你妈走 菜市场没找到 问了几个人 因为我最主要是买那个牛肉啊 新鲜的牛肉 然后说就这里啊 这我们这一路上啊 全部买的是冻肉啊 在这里的话 看见一些新鲜的肉 一定要买新鲜的 买个剑子 也就是十几分钟前还是大新天 现在又下上冰雹了啊 又下雨一下冰雹在这 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 也没有拿伞 也没有戴帽子 只能坐在这个店里 等这个雨响了再回去 雨过天行 回家 爸爸 你有没有临床落汤鸡啊 对呀 还有口袋里的饭吧 老公 你有没有变成落汤公鸡啊 没有没有 咱没有变成落汤公鸡啊 我在肉铺里躲的雨和冰雹 有不也有不也 它为什么要让你躲呢 将近200块的肉还要怎么样 买肉是买肉 躲雨是躲雨 你们被冰雹砸了没有啊 咚咚砸到腿还有头发啦 疼不疼 很疼的 我炸了炸了炸 好 走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最主要是我们这人生地不熟 并不是说杂刀剑 这个牛肉面就好吃了 但是比起我们来玉树这两家 确实是好很多啊 这玉树毕竟是玉树周的首府 吃饭的饭店肯定比杂多县的要多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人生地不熟 主要是没找对地方啊 三碗面 你说拿个一升多大的水壶 去接个水 我自己觉得啊 只是我自己 我觉得接个水是非常正常的 接个开水 但是人家就是不让你接啊 又不存在说停水什么的啊 主要是那个老板说的话 我是又好笑又气人 他说你这接了我们晚上的 吃饭的客人水就不够了 这晚上有几个人去吃饭 你知道吗 能算出来吗 是不是 记录一下啊 不针对任何人 来给我 西瓜这是什么 买的菜 吃面片 粥面片 好的 现在是六点多了 媳妇开始做晚饭啊 这是买的牛腱子 要把它卤了 对啊 下午泡了一下午的食 今天晚上能吃吗 今天晚上吃不了吧 那明天吃 就放点花椒 这是花椒面 先腌上几个小时啊 嗯 行 可以坏一下 媳妇拿了个小东西 把这给扎一下 扎着更入味吧 嗯 朋友们 今天的一天什么都没有干啊 看孩子们老婆 呃 张罗这晚饭了 今天就是在玉树 休息的一天 休整的一天 明天出发啊 离开玉树 这菜 牛肉 菜瓜 番茄是吧 对 还有点粉条 嗯 葱 挺香的 这个是买的面 然后 在揪面片啊 孩子也在揪 媳妇也在揪 两个孩子揪得很认真 面片好吃啊 嗯 揪吧 家家明明参与其中很起劲 这明明还没有锅高呢 刚刚浇了浇凉水啊 没气了 看 这菜你不是爱吃啊 嗯 好好好好好 家家明明 好 香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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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参与做饭其中 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自己吃着自己做的饭 是不是啊 嗯 我就直接抱着锅吃了 好的 少洗一个碗 嗯 这个味道 别跟我说比卖的好吃 真的会比他们的烫 还有点菜 明天再吃一碗 嗯 这个小面片 筋道得很软 这个面片是青海的名吃啊 嗯 就面片 嗯 吃吧 吃吧 好的 天快黑了 昨天这个时候 就是停满的车 这 今天依旧是停满的车 没地方停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广场嘛 这玉树市最繁华的地方 最热的地方啊 格萨尔王广场 这家家和明明啊 他们自己就去玩了 长大了啊 主要是家家长大了 带着他妹妹 有喷泉 有跳舞的 不错啊 然后最主要是这 格萨尔王的像 是真的威武啊 非常高啊 有十几层楼那么高 霸气啊 霸气啊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一天啊 从早上到现在马上就黑了 简简单单的 也没有什么大事啊 一家人吃吃饭睡睡觉 这 反正是平淡的生活 不过还不错啊 我也挺喜欢的 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嘛 你像这个车 停在这最中心的地方 停在最广场这里 感觉不错啊 只是说现在要回去了 明天要离开了 这孩子要上学 这没办法啊 如果说孩子不上学的话 那在这里就不会说是待两天了 可能要待上一个星期了 真的啊 待一个星期 视频就说到这里的朋友们 明天呢 咱们就出玉树啊 明天见 拜拜